跌破大家的眼鏡 好像沒有現任立委 去選鄉鎮市長的這種例子 國民黨立委林暉舟這宣誓 形同默認角逐竹北市長 能做事 然後位置大小也沒關係 政治生涯上做了25年的 名義代表 我選過七次 竹北都是我的選區 位置大小擺一邊 結果外界認為一旦從立委 到鄉鎮市長對林暉舟而言 等於是降格選 這背後恐怕有其目的 2026也許就有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戰略位置 它的存在在新竹縣裡面 其實等於是半個新竹縣長了 2018林暉舟曾未搶新竹縣長 和現任楊文科多次隔空槓上 而這回2022打算先退一步 再放眼2026 用時間換取更上層樓空間 但地制法一旦通過 竹竹並成真 竹北改官派 一切只成空幻想 到現在也還沒有給明確的答案 到底要不要繼續推 什麼時候推 假設要適用到連底的選舉 那恐怕三月底前要出國很貴 總是在立岳衝鋒陷阵 林暉舟如今另闢戰場 畢竟屆滿了五黨籍竹北市長 不論藍或綠都想搶真 其中政朝方更有望 與林暉舟一較高下 新竹縣 還有竹北竹東等等 都是我非常 關心的部分 選對會來做最後的確認 林暉舟最不惜 提前埋線布局 藍綠竹北市 恐怕比竹縣長大戰 還要精彩 進行為謝神簡玉玲 採訪報導